我們才得說重視安全 告訴各位 整個列車最危險的地方 就是車門有沒有關閉 車門有沒有關閉 像我們現在是PP的話 有12個車廂 有24個車門 離道站24個車門都關閉 都打開 那什麼時候列長怎麼能夠確認 24個車門都關好 才能夠出發呢 其實是看這個車門燈 這燈 但是我告訴各位 你現在看就可以慢慢去發現 你可能用大螢幕看 像這車亮的對不對 這些車就不亮 一點點 然後在前面的話 OK 這三個都是OK的 都亮的 都看得出來說 車門燈 最少它如果是亮的 代表門沒關好 但你在看這邊也一樣的 現在這一個車廂是 是清楚說有的亮著紅燈 在過去 一二這兩個 還有大概三 都很不清楚 所以各位思考一個問題 這車門的關頭不關頭 會影響到你車內的人 會不會掉出來的一個風險性 那我們在關頭不管列車長 或是站務員 在車站 看到都是以這個燈為主 或許在PVE 因為它車門是往外開 你們可以大家看一下 有一個黑風 代表說它是開車 但是你最基本的 才有這種車門燈的亮度 有的都不合格的 就連看都看不出來 你看一下這個好了 我站這邊 好不好 站這個門 你告訴我這個是有亮還是不亮 有亮還是不亮 我們再往前看看 你看 這是有亮不亮 有亮不亮 再看這是有亮不亮 到這邊看到看出來 所以很隨便 這整個很隨便 你說這個可能是攝影機的關係 可能還亮或不亮 攝影機的關係 你看一下這邊 再回到這邊 是不是亮度都不一樣 是不是這種東西 本來就有個規範怎麼樣的嗎 可能隨便 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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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